好那我们继续来看下面一章 圆觉章 这是圆觉菩萨 第11章 于是在 广大独众中的圆觉菩萨 立即 从座位上站起来 向佛 向佛主顶礼 向佛诱绕山圈 常跪合掌 对佛说 大慈大悲的世尊 你为我们详细解说 得到敬觉的种种方便法门 使末法时期的有情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 世尊我们现在已经开悟 伯媚以后 末法时期的有情众生还没有开悟的人们 怎么样安居 如何修此圆觉清静 的境界 在此圆觉当中 三种静观 先修 哪一种 只愿 大慈大悲的世尊 为各位大众及 末法时期的 有情众生 做指示 使他们得到 大门利益 这样讲过以后 向佛 施无体 陀地理 这样诚恳的 齐请了三次 请求 世尊教会 这时候世尊告诉 圆觉菩萨说 好啊好啊 善男子 你能够向如来 询论这样的方便法门 帮助各类众生得到 大的利益 你仔细听 我要为你解说 当圆觉菩萨听到佛要说法 的时候 非常 高兴 在座的大众也都 默然聆听 善男子一切有情众生 或者佛在世的时候 正法 那是正法时期 或者佛媚 涅槃以后 向法时期 或者在末法时期 具有大圣根性的各类众生 相信佛的秘密大圆决心 有想修行的人 假若在截然 和广大途众共同安居修行的话 因有种种外援 所以各随其能力 因缘 进行思维体察 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 这个截然就是道场 那个截然就是道场 这样知道 就是说像我们 我们就是末法时期 我们算是有大圣 大圣根性的众生 这个 就是说你想要修行的人 假如在截然或广道途众中 共同安居修行 因为 有种种的外援 所以各随其能力 因缘 进行思维体察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在讲说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就是 这句话就在讲我们 就是说 会来学习 共修政法 有的没办法 有的没办法 就没办法得 理由 有的就是 那个什么 因缘 巨组嘛 另外就是能力啊 另外就是那个 各自的那种环境啊 但是那个都是属于因缘啊 哈 接下来说假若没有其他的外援事物啊 即可修建道场啊 应当立刻 立个期限 若立长期的话应是120天 中期100天 短期80天 住下来 修行用功 以求正果 跟我们现在那个什么 因为我们大家都很忙 所以 所以那个什么 用那个 利用那个什么 空档啊 长期7天 同样的意思 那在这部你看 120天 中期100天 短期80天 这个跟那个什么 跟 嫩人经 的那个什么 建立道场了 记得吗 嫩人经里面有那个 讲说你怎么去建立道场啊 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那个就算 因为 那个什么 正法时期 有心向 无上道的众生就很容易成就 但像我们末法时期就真的很辛苦 非常辛苦 因为我们总是福报不够 那 那在圣法时期当然没问题啊 就按照这样做 按照佛的 指示这样来做 一定可以成就 可是到我们末法时期 啊 啊 末法时期啊 那个什么 呃 经常会听到 有人讲说 好啊 你你你你你按照我这个方法修啊 我21天就让你成就什么 罗汉 有可能 20天呢 三个礼拜就可以让你成就罗汉 啊 这个那个那个什么 或者我也曾经在那个那个那个佛教电台啊 看到 一些法师这样讲啊 啊 你你你你你就好好的修怎么 他根本没有按照正统的那种 按照佛说的那种 那种这种三种静观啊 那种三种方式来修啊 一般就不对的 禅修方法嘛 那三个礼拜就可以成就罗汉啊 那不是末法众生 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讲的 未证 未证啊 这不可能啊 可能的事情 条件那个 因缘根本不具足啊 哪有可能 尤其像我们末法说生 末法实习的众生啊 福报都非常的 浅薄啊 可能的事情 所以 还是像我们这样子 很有坚忍的心啊 退转的心啊 啊 呆呆的脑袋精进啊 就一定可以成就 好我们再看看 假若佛在世的时候 应当用正思维修 假若佛内盘以后啊 就要设置 佛像 心中 作日轮观 真正念佛 就如同 如来还在世间一样 悬挂 帆 供养花 经过三期 二十一天 向十方诸佛礼拜 称 佛号 诚诚恳恳恳的进行 忏悔 这样就能够遇到好的境界 使心清安 在这二十一天当中啊 一心一意 收舍 妄念 哇 这就是在说任然经 那个建立道场那个啊 只是没有讲的那么详细而已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那个日轮 任然经 任然经 在那个建立道场那个 那个那个那一 那一篇里面啊 有讲到这个日轮啊 但是这个日轮 日轮观啊 之后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五祖啊 五祖啊 五祖在 在那个什么 在教化众生 他就用这个日轮观 日轮观 那个日轮观啊 在那个哪里啊 阿弥陀经 还是第无量朔经 也有这样的一个修法 你们去看看 那个 就是日轮观啊 日轮观啊 怎么修啊 日轮观就是 五祖 他告诉他 你就 你就这样子 经常 锁 那个锁 那个什么 掐着一个圆的 然后你眼睛啊 就从这个圆 从这个圆去 观想 他们讲说观想 这 这个是就用日轮观啊 这个怎么观法 这怎么观法 你要想这个就观啊 这个就是 这个 圆的这个 日轮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就是 一心一意啊 就是 想你的真如本性 就想这个 你想想怎样 你就观到这个清净之后啊 你清净之后你就就净道啦 那个就是日轮观啊 那个 我们在看那个净土三经的时候 我忘记不晓是 那个什么 阿弥陀经还是 无量朔经 那边讲就是 教我们那个佛在教我们 这样的一个修行法 偏偏那就是你不得 那个法义啊 不得法义的众生啊 也觉得那种歪邪 不好意思 这个就是那个 建立道场的哈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善男子啊 假若 那些末法实习的有情众生啊 求菩萨道而入三起 假若经过下手啦 经过三个月的安居啊 应当清净 菩萨安居 应当为清净菩萨安居 齐心远离生稳 不聚集 屠众 到安居日 到安居日 之后啊 就在佛前说 这样的话 我比丘 母母 我比丘 你母母 我优菩萨母母 我优婆 以母母 依据 菩萨大圣教法 我要先 修 真 如 即面 进行 与诸菩萨同入清净 十项 祝此正法 以大圆绝境界 为我的道场 身心安居 与平等性质 捏盘 自性 本来清净 本来解脱 无所细 这个就无所细数 我们闭关的时候 有没有 本来平等 无所属 这个无所细数啊 我 今我敬请 此云 不依生文 当依此方 一切诸佛 以诸大菩萨 安居三个月 为了修行菩萨无上妙觉的大因缘 决定不惧及 土众 这是那个 那个什么 假日安居 这个时候 那规矩就三个月 如果能够在 如果能够真的这样 安居三个月的话 那一定可以成就 就跟我们闭关一样 所以这叫做什么菩萨四限安居 过长 中短三期 三期日 随而 随往而不爱 这也是一种 怎么讲闭关的那个什么 闭关的 的方式啦 所以那个那个就是你闭关之前啊 你要入关的时候你必须要 你那样的一个 一个 意念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第 四张 男子啊 假若那些末法时期的有行众生啊 求菩萨道入三期啊 不要执着所闻的一切境界 这一切境界终究不可执取 记住啊 这些境界都 你不要去执着他 哦 哦就是陷出来就就就就放掉 陷出来就放掉 不要去探讨 不要去探讨说这个境界的那个 那个 那些 详细的内容 哈 善男子假若 各类众生的修职 应当首先达到最 静境界 不起思念 静到极点 就觉悟了 这种最初的 急境 从一生 扩展到整个世界 也是这样 善男子假若这种觉悟普遍充满整个世界 假若这个世界中有一个众生起一个 念头 都能够知道 百间世界也是一样 不要执着 所听闻的一切境界 这一切境界终究不可执取 啊这个这个就讲说你在修止啊 这时候修止是在 讲这个修那个什么奢摩他啦 就是个哈 那个就说 这三个东西啊奢摩他 还有什么三魔波体跟 那个禅纳 我们现在啊 我们现在都在 这个是这个是翻译的哦 子啊 从这个从这边翻译出来的 还有我我我把它写出来好了 这过来就是什么三魔体啊 这个奢摩他就是翻出来就是子啊 啊这个三魔体就关了 啊 含纳就属习啊 都是很很可怜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末法众生啊 他不了不了 不了达这个 这个法义 啊 他就给你修止啊 所以 外面这个修 修禅的这个法门啊 千百万种啊 哦 他说子官法门啊 这过来属习法门啊 啊 所以我们今天 读这个就把这个给他 成清 上次上次我们 读到这个都就我们就是 就已经有那个概念了嘛 所以我们守住 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啊 这个啊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哦 他们外面在修止啊 修官啊 他们这个修这个官 就真的是官 知道吗 他们的修止啊 就是 残病 残病的 那个什么 做 残病的作病 属习更糟糕了 啊属习更糟糕 属习 就是按照这个 这个什么 属习就按照这个 那个什么字面上的意思 去属习就属 属你的习啊 属习方法不是这样 这个是翻译下来哦 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的讲 好这个是那个 他说这个是什么 修止嘛 众生修止啊 你到 你说极境深磨他嘛 如静照诸相嘛 你到 到达极境的状态 到达极境的状态啊 你就怎么样 你 就正法身啊 正法身就是你这个身啊 跟整个世界啊 一样大 知道吗 甚至啊 跟十万法界一样大 这个世界有你 十万法界世界里面 一样有你 那个就是 如镜照诸相啊 对吧 一个大镜子嘛 你镜子多大 就可以造现多大的那个什么 那些色相 你宇宙有多大 你这个镜子就多大 你的身就有多大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修止 我们讲这个射默他是 就是 用那个什么 安那波那法啊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方法就是射默他 所以你看了他现在 佛这边讲的 讲的每一句话 你对应过来 对应到我们现在的所做 所行啊 这样就契合了 你看了所以 假若了 你在那个 那个什么 非常寂静的一个状态之下 任何一个众生他起了什么念头啊 任何众生起的时候你都 你都可以知道 清清楚楚啊 清清楚楚 因为啊 那个当下你就是一面镜子嘛 镜子一朝下去啊 地上有一只蚂蚁啊 蚂蚁在走或者在睡觉在怎么样 都很清楚 好 这是那个子 就是那个什么 射默他 好接下来 第二段善男子啊 假若各类众生修行三魔 波体啊 应当首先 异想 十方如来 十方世界的一切菩萨 依据 种种方便法门 勤苦三昧 见识修行 还要发广大誓愿 自然熏悉 形成种子 不要执着 所听闻的一切境界 这一切境界啊 终究不可取 不要执着所听闻的啊 境界比如说你那个什么 你在修那个 恶根元通 恶根元通啊 我们 现在我们 的人也一样 就是说 不以为修恶根元通 就是说我 会听到什么音声 我会听到恶根会 会有什么那种境界出来 那个是不对的 那个就是 就是这个 你不要去执着那个 你所听闻到的 这个要讲 从耳根 那些境界你不要去理他 那只是透过耳根 的那种 那种 阴声 阴声动跟静 这两个 那个 动跟静这两个妄向啊 从这两个妄向来 震到那个什么 震到你的 真乳 啊 震到你的真乳 所以他说用种种方便的法门啊 这 这个都是 我们讲说6根 6层 10号处18层 还有那个什么 那个 地水火风啊 这些啊 这些都是 都是怎么样 都是 那个无音诸法里面的 每一个法门 每个法门都是一个方便的法门 我透过 透过 透过这个无音诸法里面啊 透过这个 那个什么 6根10号处18层 每一门 每一门 进去啊 你都可以修 了解到什么 以妄来 怎样修真 我们讲说 舍妄 舍妄 这个舍妄修真啊 你要懂得什么 什么叫做舍妄 这个舍妄 你要懂得这 这些妄 他的 体性是空的 你要懂得这个体性吗 那透过你的禅修啊 你了解到这个道理啊 透过你的禅修 那就是三摩体的一种修法 哦 那就是一种 三昧 那就是一种三昧 这样知道吗 这样知道吗 作为这个三摩体啊 我们 我们那个 祭礼啊 就是 这个 这些东西 这个如幻三摩 如幻三摩体啊 就是在舍妄啊 这个都是 这个舍妄就是那个幻 哦 所以依据种种方便法门的 勤苦三昧 见智的修行啊 然后你要 要再发那个广大 广大院啊 为什么发广大院啊 因为你这个 你那个六根啊 六根慢慢的清净 慢慢清净 这个牙 这个如来牙 这个法牙 它就慢慢慢慢清净 一清净出来之后啊 一清净出来 你就要 配合发愿 配合发愿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如牙见增长嘛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 所说的啊 就是说 你那个勤苦三妙 见词的修行慢慢 慢慢 慢慢慢慢熏习 形成种子 什么种子 如来种子 啊 熏习成如来种子 所以这个当中的一些 啊 一些所听闻的 所限注的一些境界 这些境界都是 不要去执着他 不要去 那个什么 不要去执着他 所以大家 大家 你去对一下 这是经文里面所说的 跟佛的开示 这个 你一个一个对应 这对应到我们 现在所学到的 都是 可不可以契合 好